大家都希望活得更健康 更安心 也更友善土地 这几年来有机耕种是越来越风行了 我们带您要走访的是花莲复理乡的这个罗山村 它号称是全台湾第一座有机农村 因为罗山村有一个特别得天独厚的环境 就是三面环山 而且它有独立的水源 所以几乎没有任何的工业污染 所以造就了相当有口碑的复利米 不过其实我们的记者走访之后 发现要打造一座有机农村 其实需要全民高度的共识 甚至有人饱受农药之苦 才痛定思痛地愿意加入打造有机村的行列 花东纵谷台湾最美丽的绿色走廊 绵延的壮丽山脉没有工厂排放污染的废水 沾空气 怪不得在这里成立了台湾第一个整村全部施行无毒农作的罗山有机村 传统的农村形态 直伏的农家生活 来 两个 谢谢哦 你也说不够闭 快看去 九年前农改厂项中罗山村 地理环境封闭 还有着独立的水源 因此决定将罗山村选为台湾的有机示范村 三面环山不受周围环境影响 灌溉水源的罗山瀑布则是直接就流入罗山村 现在这个就是罗山瀑布 那这个罗山瀑布就是罗山村最主要的水源来源 瀑布没有流进其他乡镇 早期村民就把瀑布引进这个大渔池 灌溉农田 池里长满的台湾原生野麟角 为水质做了最好的保证 对有机耕作的环境这么要求 是因为有机农业除了不能用农药化肥 还要不能被邻近的水源和土壤污染 国外甚至规定 必须要在半径三公里内 确定没有污染来源 才能称作为有机农座 这个是 这是羊苗 带着羊苗和罗山村种植有机稻米的温秀村 准备亲自下田 罗山村有了得天独厚的环境条件 村民对于有机耕作也全力投入 罗山村出产的富丽有机米 这是当地最出名的有机农座 这是当地最出名的有机农座 不用化学的肥料还有农药 其他就是要用人工去做出来 像这田梗的草 它用药喷一喷就可以 但是我们毕竟就是要用割 不用农药 除草和除虫 必须用最费力的人工 但还是不免有损失 这棵很小 但是它本来它不小 它是因为被金宝罗吃掉 吃掉它现在才长出来 所以它变成比较矮 被什么吃掉 金宝罗 叫福寿罗 福寿罗 即使如此 但农民也只能用天然 像是辣椒 苦茶油等生物性防治 虽然不能完全根除虫害 但为秀春说 还是很值得 之前像我还没有种油肌 之前常常 像我有种水果 有种水稻 每一次喷药之后 整个头都好像很痛 那都是中毒的现象 虽然你要去吃药 也去打针 但是我相信 这个到久都是不好 因为自己的健康 农民们还配合农委会 将所有的耕作过程 记录在农产履历上 有机米是哪位农夫 是怎么种的 资料全都透明 人与土地和粮食之间的关系 也不再隔着农药 恶性循环